有请Steven An 颜天健 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讲关于心脏病心血管健康 在香港的情况是怎样的 首先我要知道现在我们的心血管 心脏病的问题在香港 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状态 已经去到第三位了 是在癌症和肺炎之后 但是我们想看看香港正式的情况是怎样的 我说心脏病大致上是 包括很多种不同类型的疾病 但是我们针对今天所讲 就是关于观心病 因为观心病佔所有心脏病比率是最高的 而且也是拿我们的命是最多的病症 如果我们看看观心病的情况是怎样的 观心病在香港的情况 每天都有超过10个人死于观心病 而我们看到这个图 就给大家看到究竟男和女的比例是怎样 好不幸运作为一个男性 我们幻想观心病的比例是比女性多很多的 差不多是1.5比1 就是一个半的男性相对比一个女性 但是这个图你看到蓝色的那些 就代表男性 红色的那些粉红色代表女性 下面那个大约是年龄层 如果我们看看一些壮年的时间 绝大部分的观心病都是男性为主的 女性可能占一两成很少部分 就是绝大部分 如果说30多岁 40多岁 50多岁 60多岁 去到70多岁的时间 都是男性为主的 什么时候女性才追上来呢 去到80岁以上 女性就爬头了 绝大部分就去到女性比男性多的 那这个呢 我觉得是一个男女非常不平等的表现出来 那呢 在香港的情况是怎样呢 如果我们看观心病 和他的死亡率 和加上住院呢 其实在香港每一年呢 是超过3万人 是住院 住在医院里面的 关于观心病 这个图呢 看到就是我们说 由1993年开始 打后去到2016年 这20几年 那个观心病 住院都是多少 以前呢 九几年的时间呢 每一年呢 只不过是万多人住院的 现在去到我们近这2千年 打后呢 已经去到3万左右左右 去到现在我们 2001啊 2002呢 就去到3万多 差不多去到4万 但唯一好处呢 我们见到呢 这个trend 一直近20年 一直上上 你见到上 去到近这五六年呢 那个症状呢 那个人数呢 慢慢地定下来 甚至要减少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好像我们的观心病 慢慢地控制到下来的 那我们看起来这个 死亡人数 如果我们说死亡人数呢 大约每日 刚才我说一天 差不多有十几人死的话呢 一年呢 大约是4千多的 那所以 我们看的数字 都是由我们 八几年一直上上上上上 上到去到2009年 2010年呢 就到顶 跟着慢慢就 停下来 降下来 那这个是一个 比较我们的鼓舞的数字 但是呢 最不好的另外一样呢 就是另外一个图呢 就是 这个呢 图就是什么呢 这个图全部都是向下的 向下就是什么呢 又是由我们 八几年 去到2016年 这个就是我在说 我们观心病病發的 平均年龄是怎么样 那个平均年龄 一直是这样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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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呢 这个观心病呢 在我们香港的情况 是不停地年轻化的 以往我们听到 很多时候听到 啊 观心病心脏病呢 是一些老人家的疾病 或者是一些长期病患来的 但现在我们慢慢听到 说说五十多岁又有 去到三四十岁 壮年又有 甚至到你们听到 二十多岁 做了运动 跑跑马海虫 打打篮球 又有事的 有些心脏病发的 最近我经常听到 甚至儿童心脏病 也都成为一个话题 香港的情况就是这样 就是年轻化呢 不断地恶化 一直向前向前向前地推的 那我们在讲究竟 观心病究竟是一个 什么疾病的 观心病呢 它就是一个 我们在心脏上面 其中一条主义血管 阻塞 这条血管 是我们所谓 观心的动物 这条血管呢 主要是给 营养给我们心脏 如果我们心脏没有营养的话 我们心脏就会 我们死亡 接着我们自己就会死的了 但很可惜 我们观心动物 只有一条 只有一条 当这条 观心动物 一塞了时间 我们没有其他路 可以走 去给营养给我们 所以呢 如果这条血管 有什么阻塞呢 基本上我们 基本上陷入一个 三长两短的状态 但是 你看这个图了 如果我们很小的时候 基本上 血管是非常平滑的 我们观心动物 是非常平滑的 但是 日积月累以来 我们慢慢的血管 会越积越厚 会有很多沉变物 在这条血管里的 那些是什么呢 那些就是脂肪 和胆固醇 那你会说 那些脂肪 胆固醇 在哪里 就在血那里 血里面 我们会有脂肪 血里面 我们有胆固醇 这些血里面的脂肪 和胆固醇 慢慢会留下 在这条血管里面 它慢慢积序 积序 积序越来越厚 那你会问 究竟 为什么它会留下来 不会像这样 走来走去 没事的吗 原来当我们的心血管 给一些游离基 我们说的 free radical 集击的时间 它留下 很少很少的疤痕 这些小小的疤痕 就会令到脂肪 和胆固醇 在上面积序 那如果大家有时听过 好胆固醇 有些叫坏固醇 有些叫坏固醇 好胆固醇 我叫HDL 坏固醇 我叫LDL 怎样分呢? 很容易分的 凡是坏固醇 好胆固醇 它就会积在血管 流通的时间 它会留在血管 积序 变成沉淀物 好胆固醇 相反 它在血管流的时间 它不会积序 在血管 它甚至会带走 那些坏固醇 离开血管 不会变成沉淀物 所以我们就这样分 好胆固醇和坏固醇 但是好不幸 无论怎样都好 在我们血里面 不停都会有 血脂 脂肪 好胆固醇 坏固醇 这些全部都会 不停在我们血管流动 所以它们基本上 是不会停止的 那我们 我们说 啊 变厚 就算有沉淀物 都没问题 你看到血管 都还是通 理论上是 但是当 如果那条血管 到有一天 真的阻塞了 真的塞了的话 那我们基本上 是差不多 即时死亡 那或者 未塞到那么紧要 它慢慢的血快 慢慢的脂肪快 一路那么积 突然间 被那些血 冲走出来 一块脂肪 或一块胆固醇 冲走出来 一路那么流流流流流 流到那条血管 最幼的地方 它在那里 卡住了 塞住了 那你也是突然间 会有心脏病法 观心病法 突然间 你的心脏 就没有营养 然后你的心肌死亡 然后你的人也会死亡 所以 这个是一个 很一个 我们叫做 很突然死亡的疾病 但是 最不幸的地方 就是我们那个 症状 基本上 差不多叫做 没有症状 就是 刚才我说 那个你什么时候 塞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 会脱一块出来 去塞也不知道 如果大家有经验 在家里 可能升盘 你有看到有时候 水喉都会塞的 水喉塞 你会看到 会慢慢的 有时候之前都会 那些去水会觉得慢 你会知道 大约是差不多塞的 但是我们自己的心脏 我们心脏 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血管 我们自己没有办法 打开血管 看看我们就已经有 塞了眉 塞了多少 塞了几成 我们完全不知道的 除非我们去做一些测试 否则根本上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所以很多时候 这个心脏病一来 就立刻来的了 有大部分 可能有几成的人 当他第一次 心脏病发的时候 就已经会 拿出他的命 那就要拜拜 上天堂 所以说这个病 其实你说 抵不抵死呢 我觉得这个病 是非常之不抵死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身体 所有的机能 其实都完全是 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在我们心脏 都不是我们心脏的问题 只不过心脏上面 表面上面 一条血管 小小的一条血管 那条血管 都不是有问题 只不过那条血管 里面有一样东西 塞了它 那我们呢 就拜拜 那就玩完了 所以这个 我也是非常之不值得 去死的一种疾病 但是 但是 好不幸就是这样的 但是 我们有没有病征 会提前 会知道呢 其实都有些少病征 有些人会有些 心搞痛的问题 有些人呢 会有些 心肌生失的问题 比如觉得心口很 有些疑悶 很不舒服 有时会有些大量的霧汗 会霧 会霧 作呕作门 但是这些问题 你不是那么容易 去醒觉到 一定是跟心脏病有关的 那我们 移前一步想 有没有一些 究竟危机 或者高危的状况 我们可以 自己可以提醒自己 看看 有的 你们可以自己试一下 答一下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呢 就是看看自己 有没有高血压 看看自己有没有高血脂 高胆固醇 看看自己有没有吃烟 看看我们家人 有没有这个 观心病的家族史 看看有没有人家 上一代有这种疾病 或者我们看看自己 有没有肥胖 有没有糖尿病 有没有经常做运动 甚至我们有没有压力 如果你全部 take all yes 全部 我有高血压 我有血脂高 我又吃烟 我又不做运动 我又肥肥的 我爸妈都有 我又平时有些压力 全部都有的话 那你是一个非常高危的人士 那我建议你呢 快点去查一下你的心 那些血管呢 有没有塞到 因为我经常听到呢 有些人去查之后 告诉我 查了之后呢 我的心血管 有这条血管 塞了50% 我看到 甚至到 有些case 查了之后 我完全什么事都没有 查了之后 我发现我的血管 那医生跟我说 哇 你幸好现在来看看 如果不是 你遲些来看 你命都没有 为什么呢 原来你的血管 已经是塞了80% 八成塞了 有些血管 查到之后 还塞了九成 要立即进去做通波仔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 这个list里面 全部都中了 我建议你快点去做个check up 看看自己的心血管 有没有问题 随时这一堂书呢 可以救回你一条命的 那如果你看一下 如果自己的话 如果自己的话 我又没有高血压 我又没有高血脂 我又不吃烟 我经常做运动 我身体很fit的 家里没有人有这些问题 而我呢 甚至到 我是没什么压力的 我做人很开心的 那恭喜你了 那你应该属于一个 非常非常低危的人士 你的血管 可能非常平滑 很英俊 那我们经常说 我们刚才说 好胆固醇 坏胆固醇 那是什么 胆固醇 是我们身体必须 我经常听见 胆固醇是坏的 其实胆固醇 是我们身体必须的 我们身体要做出来 而且还不是一些 我们吃到下去的东西 有些人说 啊 胆固醇 油腰胆固醇 我不吃得 我因为我高胆固醇 不吃得 其实这些是 绝对错误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我们身体的胆固醇 我们血里的胆固醇 绝大部分 是我们肝脏 自己做出来的 正常的人 我们身体 我们自己有机制 就是做一个健康水平的胆固醇 我们身体自己肝 会做一个健康水平的胆固醇 什么时候会打破呢 当我们饮食失衡的时间 如果我们饮食 吃很高脂肪 动物脂肪 吃肥高的时间 我们身体 就会有个失衡 我们肝脏 就会做很多 胆固醇 甚至坏胆固醇 如果我们保持健康的饮食 其实我们身体 只会做一个健康的胆固醇 甚至到 如果你有胆固醇高的话 你可不可以吃蛋黄 是可以 因为蛋黄 其实不会让你胆固醇高 因为你只不过吃了蛋黄醇 你会消化它 鱿鱼的饮食 一样全部吃得 如果我说饮食 最常听到一个饮食 可以帮到我们心中 我们正在说 地中海饮食 地中海饮食是什么呢 就是叫我们吃多些 橄榄油 橄榄油 的脂肪 这些对我们身体很好 但这些是我们平时耳熟能长 的一些成分 可以帮到我们 但有没有一些成分 是这样 新的 我们未听过 我们可以做呢 今天跟大家讲 就是 讲一个 叫做 的成分 的成分 是什么呢 是一个 碎取物 从哪里拿出来 在我们叫 Indian gooseberry 我们叫 印度醋律 但其实它不是一个律子 来的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的 幼金子 或者我们叫 余金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或者见过 那我们 在印度人 Indian gooseberry 他们会经常用 当作一个药用 食物 都用的 在广东人 我们少些用 但我久不久 都会有见过 譬如在街市 见过 它的样子好像一粒提子 那样的 还有 我们有时候 我去一些 吃潮州夜的时间 它会有前菜 醃了咸咸的 好像圆圆的 圆咕嚕的 那些油金子 也都是 有时我们会有吃的 不知道在座之中 有没有人住在荃湾 荃湾有个地方 叫油金头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油金头的名字 就是 那里有种植油金子 我不知道在街市 看到油金子 是不是在油金头 那里走出来 如果有人告诉我 就最好了 但是这个 成份 是对我们心脏是有好处的 为什么呢 第一样东西 它有很丰富的维他命C 另外 还有它有很强的抗氧化物 它的 Oraic Level 是去到47,000 一个非常非常强的抗氧化物 它在外是什么呢 就是防止一些游离基 去打击我们的观心动物 令到观心动物 没有那么多的伤口 容易令到脂肪或者胆固醇 积聚上去 这个就是它第一个好处 另外一些研究组出来 就怎样呢 就找一些超重的成年人 肥胖的成年人 大约BMI 25-35 但就不是肥到很紧要的 肥肥的那些 就吃这个油金子 给它吃12个星期 吃3个月 和一个安慰组 一个没有食的去对比 结果出来的结果 就是什么呢 吃了油金子的12个星期之后 它们的肿胆固醇 和坏的胆固醇 都显著降低了 就是说 油金子这个成分 可以帮到我们 维持我们一个 比较好的胆固醇 如果胆固醇高的时间 因为它要找一些 比较肥胖的人去做 所以一般来说 胆固醇可能比较高 去一些比较健康的 胆固醇的水平 另外呢 另外一个研究 就是做什么呢 找了12个成年人去做 亦都是吃500克的油金子 今次吃短一点 吃14天 那也是同一个安慰组 去比较 发现呢 吃了油金子的组别 它们的动物的硬度 是降低了的 就是血管是硬的 没那么硬的 那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顾名是 反过来说 血管是柔软了的 就是说吃了油金子 我看到这些研究 有三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呢 就是它本身 一个很强的抗氧化物 第二个好处 它可以帮我们 降低胆固醇 坏的胆固醇 维持健康的水平 另外也可以 将血管的程度 柔软度 弹性去提高 那除了油金子之外呢 属于这个 金骨的果实 都有好处的 譬如我们有知道 一些和油金子一样的 金骨的果实 好像橙啊 柠檬啊 奇异果啊 青檸啊 这些这样的 其中橙的呢 它的维他命C 都很丰富 它是一个很强的抗氧化物 亦都可以帮助到的 那另外呢 橙表皮 橙皮呢 也有一个叫PMF的成分 一个flavorance 一个黄童类的食物的成分 可以帮助到呢 去到我们肝脏的时间呢 令到我们肝脏 做一个胆固醇的水平呢 是比较健康的水平 就是说 如果我们身体的倾向 是做一个高胆固醇出来 它会告诉你 你不要做那么多胆固醇 如果我们身体 做一个低的胆固醇出来 它会告诉我们身体 做一个健康的胆固醇的水平 所以它对峙一个 潮控正常胆固醇水平的一个成分 那这个呢 只有呢 在橙皮上面呢 你才找到 那但是呢 在橙皮上面呢 那个成分呢 不是足以你可以 吃到得到的 就是不是说 你今晚回去 吃完橙肉之后呢 吃完橙皮之后呢 就会拿到这个PMF的 它是需要精练出来 一个很高的剂量 才拿到这个效果的 那所以今天呢 跟大家讲呢 就是讲这两个新的成分 像CAPROS 和呢 橙皮上面的PMF 那你可以知道呢 除了其实我们耳熟能长的 橄榄油啊 鱼油之外呢 都还有其他的成分呢 可以帮到我们心血管的健康 多谢 谢谢 谢谢Steven 如果大家想听多些Steven 讲解我们的生产品呢 记得留意我们下个星期二呢 的生产品特别训练 那怎么参加这个特别训练呢 问下你身边的partner 那刚才Steven 讲了个胆固醇 那胆固醇呢 其实在正常的情况下 其实刚才Steven也有说 其实我们不需要怎么去限制的 那